谢谢 谢谢 深河 发贷 莫菲 恭喜你啊 你最后一名的好成绩 挤进去了呢 是啊 不管我是第几名 但我还是进了决赛对吧 你还真是个没皮又没脸的人呢 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方总监在电视直播 当众批评你的作品 我要是你 我可笑不出来 估计早就躲起来哭了 我还没说完呢 你跟方总监的关系不是很好吗 上次还能求他带你去慈善晚宴 怎么 这一次你没求他照顾照顾你啊 我知道了 肯定是你求了 但是被拒绝了吧 方总监能在直播里面批评我的作品 是因为我有作品可以让他批评 可你有什么 小毒鸡肠 尖酸刻骨 你说什么 还有 谢谢你一直这么操心我 告诉你 我很好 可以走了吗 不可以 莫菲 你在这里转什么呀 你还真当自己是什么天才设计师了吗 别以为你认识两个评委 就能在这儿站住脚了 我告诉你 方笑愚可不是你能轻易傍上的 方总监 来小曼 我说你年纪也不小了 能不能学聪明点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要帮什么男人的 莫菲 还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我说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啊 还生气呢 我没有生气啊 没生气啊 那走吧 我送你回去 没关系 不用了 我家离这边也蛮劲的 自己走回去就好了 这不是还是在生气吗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客观地讲 你刚刚说的话 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所以我说的是有道理了 大半部分都是有道理的 那就行 我送你回去 你要喜欢这些东西就拿去 我也不用了 那我先走了 你以为我夸你的那些话 都是假的吗 你以为我在咖啡店 说让你做我的助手 就是随便说说呀 我希望看到的莫菲 是能创作出用心作品的人 还不是为了比赛 故意先进你 你也不希望我跟其他评委一样 在台上挖空心思地 就夸奖你了 如果你真的没生气 就学会做一个成年人 上车 我就告诉你 我为什么给你打七十五分 轩哥 怎么到处找不到人啊 你要不要给打电话 你问什么 把手带都看着了 在 relax子里 你自己夸不得的 也可以 这一个小趋势 我多好准备ith 我去还好到这一步 我再来 我刚才林医讲的你都听明白了吗 你这次的剪裁和针法 真的和整体的设计非常不大 尤其是那个欧根沙的设计 有点破坏没干 所以我给你扣的分 扣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如果我给你按私信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百分 你接受吗 不不不 你说得对 是我没有考虑清楚 是我太想当然了 你要是还不懂的话 要不然咱们俩上去 我再跟你聊一会儿 那不用了 评论和选手还是要避嫌的 我先走了 我帮你拿东西 真不让我上去坐会儿 不用了 你早点回去 拜拜 拜拜